冰山一角 欢迎来到冰山一角 这里聚集了许多在寒冷地区才会出现的动物们 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动物吧 在我们的前方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们 在这其中最显眼的是站在冰山最顶端的三只企鹅 它们站在距离地面6.5公尺的高处 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 企鹅背上的颜色是黑色的 肚子则是白色的 胸口部分则是橘黄色的 企鹅身高大约1公尺高 两只脚站立着双手围开 看着它们左顾右盼的到底就在看什么呢 原来在企鹅的上方大约1.5公尺的地方 有着美丽的极光 范围大约27公尺左右 极光散发着紫色蓝色及绿色的光芒 真的是美丽极了 在企鹅的下方大约3公尺的地方 还有许多的动物们 最左边的是红棕色胖胖的海象 高度大约1公尺左右 头尾长大约2公尺 短短的两只旗族以及卷起来的尾巴 还露出两根大约50公分长的牙齿 正悠闲地趴在冰地上休息 看起来很舒服呢 在海象的右边有着一只海豹 它的背部是深蓝色的 肚子则是白色的 嘴巴跟两只旗族则是黄色的 高度大约1公尺左右 头尾长大约1.5公尺 海豹不像海象 有长长的牙齿 身形也比海象还要再瘦小一点 看它把头抬得高高的 比值得看向右方 是不是很可爱呢 而在海豹的右边 则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北极熊 高度大约1.5公尺左右 它弯曲着自己的四肢 头探得滴滴的 身体蹲在冰地的边缘往下看 像是正望着水里寻找食物一样 模样可爱又有趣呢 在北极熊的右边 约5公尺左右 有一块浮冰站着一只巡鹿 头跟身体的颜色是红褐色 脖子到胸口的地方则是白色 高度大约2.2公尺 头上有一对雄伟的鹿角 将近80公分呢 看着巡鹿点头的样子 看来它对于今天来看它的大家 相当的满意呢 巡鹿的前方则是一片冰湖 里面有两只身形巨大的白金 它们的身体也是雪白色的 高度虽然只有一公尺 但头尾长却有4公尺左右 在冰湖里还有另外一种动物 就在白金的左边 有两只独角精 特色就是它头上那根大约1公尺左右的脚 它的背上跟骑足是蓝色的 身体则是白色的 它的高度大约1公尺 头尾长大约3.5公尺 独角精跟两只白金一起上下摆动的样子 就好像在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一样呢 在这冰湖里面 还有许多其他的鱼类以及海星 它们各自散发着不同颜色的亮光 就好像五彩缤纷的星空一样哦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